花东两地茶产区的红乌龙还有蜜香红茶地方特色茶品 在市场上各拥有一片天 水宝局台东分局特别带领着台东陆野茶区茶农到花莲瑞瑟五合茶区来参访交流 观摩纸宝鸡田间的示范也参访了解在地茶行店家行销 花东两地茶农彼此分享经验共享茶产业的荣耀 跟着蜜香红茶鼻祖高造学的脚步来自台东陆野茶区的茶农们认识蜜香红茶的天区管理 接着也参访茶行店家进一步了解产销也品名世界闻名的蜜香红茶品 我们陆野是红乌龙 我们应该是蜜香红茶吧 看人家是做怎样的茶 看人家茶你是照顾的怎样 我们要学习 水宝局台东分局致力推动 台东陆野红乌龙茶产业 今天上午特别带领茶农来到花莲瑞穗乌鹤茶区参访交流 观摩花莲无人机应用协会 纸宝机茶区田间示范作业 也进一步认识在地的特色茶品 希望借有这个活动的交流能够达到了我们未来 互相能够学习 包含了我们产业的通路 包含了我们跟相关的 比如说像农业旅游 还有我们的李三精神 做一个结合 当台东陆野的红乌龙 遇上瑞穗乌鹤茶区的蜜香红茶 并发激烈的交流 与产业分享火花 从天区纸宝机示范观摩 到相互交流茶经 品名在地特色茶品 两地茶农不仅欣欣相惜 更彼此交流分享 吸手朝向科技产业来发展 来看那个无人机的自动 智慧型的农业管理收获很多 我觉得未来我们也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前进 那各茶行在经营的方面 他们也是我们的海拔高度比较类似 所以在茶叶的推广上的方式 也可以学习到很多 其实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 所以说他们来这边取金 我们有时候也会过去取金 其实讲起来 这技术上面 应该是大家互相交流 交流以后就是 我们发动的特色茶才会好 发动两地茶产区分别生产的 红乌龙以及蜜香红茶 在地特色茶品市场上各有一片天 但也同样面临极端气候的冲击 农耕人口高龄化 新旧世代交替 以及农产人力缺乏等问题 两地茶农彼此竞争更是最佳占有 共享共荣产业荣耀 也携手迈向农业科技时代 记者是越南瑞士采访报导